朋友们大家好 国内篮球比赛出现了一个追尾事件 詹姆斯与胡坚秋两个人冲上了热搜 就是说比赛第二节 天津的外援大卫詹姆斯在一次反击扣篮后 落地时身体失去平衡 头部重重就是摔在了地上 当时就是失去了意识 这个现场就是去了医护人员排着担架 把他就是接出场 场面上就是这个显得非常凝重 部分球员就是不敢去直看 这个摔得非常重 大卫詹姆斯接受滞留 经过诊断 就是这个部位并无大碍 但是呢 这个面部多处有伤口 这个鼻骨骨折 牙齿进行了一个受损 赛后达比赛姆斯 就是说这个占姆斯与这个创他的这个胡建丘啊 就是冲上了一个热素 就是天间这个占姆斯呢 预计在两周之内进行这个鼻部位的一个修复手术 当时这个大卫詹姆斯呢 落地后啊 就是流这个红色液体啊 不停止 清醒后呢 第一时间给这个自己的妻子啊 报个平安 就是整个事件呢 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 观察胡建丘的反应啊 这个胡建丘呢 就是把人撞到以后啊 就是傻傻的 站在这个詹姆斯的这个旁边啊 就是说 这个神 胡建丘这个身高啊 就是说非常的高 可能是胡建丘呢 就是没有经历过这样 他就是自己也可能心里面 也感到了一定的害怕吧 没有就是及时的蹲下去 把这个詹姆斯呢 就是扶起来呀 询问呀 观察呀 就是有点就是发愣吧 有点发愣啊 就是 有点就是 好像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件吧 没有经历过 这个事呢 就是出现了太突然了 整个事件呢 就是类似于就是 开车撞到人 这个相似吧 这个詹姆斯呢 就是说 已经就是腾空 就是起跃 跳起来 就是扣篮了 这个胡建丘呢 从后面直接就是来了个创 这个人 詹姆斯已经 这个人已经起来了 胡建丘呢 就是本来是想 抢球 但是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 由于惯性啊 把詹姆斯 就是撞了一下 导致他这个 一个旋转 然后头部先这个着地嘛 头部先着地啊 很多人都在这个搜索 这个整个事件属于一个意外吧 意外一个追尾事件吧 很多人都在评价这个 胡建丘的这个出事以后的反应啊 可能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吧 就是有点发懵 有点发劝 这个 感谢大家就是收看 感谢大家订阅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胡建丘呢 就是 有点 好像是 用手啊 就是抱着头啊 感觉有点 非常的无奈啊 非常无奈 当时这个教练 也把他就是喊过去了 可能是 教他呀什么呀 反正就是反应有点 不好吧 反应有点不好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